在百年学府的文化底蕴和青春师大的创新精神中 福建师范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 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发扬知名行徒历程致广的校训精神 并成众教勤学求识创新的优良校风 努力在教育观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规范管理 及现代教育技术等方面积极实践、开拓创新 不断提高各类教育的教学水平和办学质量 学院自1956年开始举办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1984年开始主考福建省自学考试 2000年9月经教育部专家实地讨查评估 2001年1月正式批准成为全国首批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 2001年5月正式组建运行应用科技学院、原职业技术学院 2013年7月学校为进一步理顺办学关系、整合办学资源、加强规范管理、推进学校终身教育服务体系建设 决定对学校继继继教育资源进行整合 并重新设置内设结构、成立网络与技术教育学院 保留设置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办学关联模式 在学校党政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 学校充分发挥百年老校的办学优势和专业特色 在各职能部门、各专业学院、各兄弟院校、各联盟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 依托奥鹏和红城公共服务体系、校外学习中心 以及我校自设学习中心和教学站点 承办好网络教育、韩寿教育的各类继续教育工作 学院拥有教育部首批国陪计划教师远程培训机构资质 是全国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 全国高校继续教育示范基地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培训基地 中国教育学会远程师资培训示范学校 国家经贸委全国工商管理远程培训基地 福建省终身教育远程教育中心 福建省中校学教师继续教育远程培训中心 福建省高校在线教育联盟秘书处 与学校福建在线教育研究中心等机构挂靠单位 同时也是学校现代远程教育研究所 终身教育研究所 职业教育研究所 网络开放课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小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 分委员会办公室等机构的挂靠单位 学院本着规范管理保证质量 规模适度稳步发展的原则 坚持做好各类型教育培训的管理服务工作 办学理念明确 办学设施完善 师资队伍雄厚 教学管理规范 依托福建师范大学优质的教学资源和学科综合优势 目前学院学历继续教育的主要办学类型有 网络学历教育 函数学历教育 自考衔接考试 自考本科第二学历教育 全日制职业技术教育和国防教育 全日制本科网络工选课 学院以开放办学的眼光不断加强对外交流合作 近年来美国英国日本印尼和菲律宾等国的高校友人分别前来参观交流 学院还面向东南亚地区 开展对外汉语远程教育 构建了对外汉语远程平台 开发了大量优质培训课检资源 东南亚国家有一千多人参加了网上汉语学习 学院积极探索实践 贴进型和向导型的学习支持服务模式 关注每一位求学者及时高效地为学院提供个性化 多元化全方位的学习支持服务 学院注重提升党建工作水平 宁心距离促发展 通过官网官微纸媒等载体 充分展示学院发展成果和师生风采风貌 不断增强办学影响力 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各级领导关怀与指导 2002年3月 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同志视察我院 在参观并了解了我院的双向视频主播教室 数字媒体制作基地 教学演播大厅等设备设施后 对我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2002年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 2003年时任福建省省长卢展公 2003年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等领导 都曾立临我院视察指导工作 在60多年来的传承与创新中 学院获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 社会信誉良好 多次获评腾讯网中国最具社会影响力 高校网络教育学院十强奖项 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家网络教育学院 十大热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 全国现代远程教育十年贡献奖 2015中国企业学习与人才发展高校贡献奖 全国成人高等教育评估优秀学校 全国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先进集体 全国高教自考工作先进集体 福建省高教自考社会助学先进集体 福建省高教自考先进考点等荣誉称号 2016年在第15届中国国际远程教育大会上 学院融合了中国现代远程教育 1998至2016终身教育特别贡献奖 此外学院也是福建省内唯一一所 获得教育部全国高校继续教育示范基地 荣誉称号的单位 始于一个坚定的信念 源于一个平凡的梦想 新时期新风采 我们坚信 学院将在教育部省教育厅的正确指导下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 在各单位的积极配合下 在全体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 不断地在发展中奋起前行 在希望中迈向腾飞 下一个十年 我们将更加辉煌